大家好,Black回来了,我就是那个有点稀里有点帅的Black 善杰克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怎么样去删除博文,去编辑博文 那么我们把发体模块就学习告一段落了 那么呢,我们现在做一个简短的回顾啊 我们前一段时间学习了什么啊 我们把PAP博客系统中的三个主要模块里的前两个都已经完成了 朋友们回顾一下哪两个模块啊 第一个是登录模块,第二个是发体模块 我们完成了这两个模块以后呢 其实一个简单的博客系统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博客系统已经完成了 我们有了用户管理系统,也有了博文系统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习它的另外一个主要系统 就是评论系统 可以这么说吧,前两个系统是这个博客系统的主要支干 有了这两个前两个系统吧 就是登录系统和发展系统以后 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博客系统 有了评论系统,它才能是一个好的博客系统 也就是说前两个系统是一个主要区干 那么后一个系统就是这个区干上结出来完美的果实和花朵 为什么这个评论系统这么重要呢 同学,一再想一想 我们做出了一个博客,或者说我们使用的博客 它其实重要的是发帖 但是它吸引你的东西,它并不只是让你去发帖 而是你可以跟其他用户产生一些交互 能把你的思想,还有你的心情 通过文章的形式传递给更多的用户 是这么回事吧 然后更多,其他用户可以看到你的文章以后 或产生共鸣,或者对你吐槽,或者是你拍砖 是吧,这些东西是产生了博客系统中最大的亮点和玩法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依赖于什么 依赖于评论系统 也就是这个系统来说 如果做的好了,那是一个博客很大的卖点 是吧 好,那么我们根据以往的惯例 在开始一个新系统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同学们,想一想 我们前两个系统第一件事情干什么 是不是设计数据库 对,我们把数据库建好 然后把数据表设计好 那我们就可以着手去开发了 是不是同学们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设计数据表 那么第一件事情啊 我就是打开我的,是吧 wamp服务器 然后呢,点击php-mail.me 把那个数据库连接的页面打开 好,打开了 还和之前的步骤一样 点击blog 这个时候我没看到 我们已经有两张表了 一个是blog表 一个是user表 这都是老师手把手带着同学们一块键的 同学们应该有一定的印象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新键一个表 点新键 名怎么取呢 我们就叫它comment 建名之义对不对 同学们可以用别的命名方式去命名 但是最好也是要达到建文之义 建了这么几张表 同学们应该知道建表的基本规则吧 第一件事是什么 第一件事要建它的主件 对不对 主件是什么 int是吧 长度11 然后这里就不需要有默认了 这个是主件索引 对不对 然后自尊 然后呢 接着来想 是不是要知道是谁发的评论 对不对 同学们 想一想 发一条评论 是不是 如果不知道谁发的 是不是意义不大 那我怎么知道 这是谁发表的意见 我跟谁一起沟通呢 对不对 那就是userid 对吧 同样的 一样的 这个同学们 给他一个默认 我们给他一个默认值 0 这前面老师应该讲过了 同学们如果对这里面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看前几期的视频 然后呢 userid 我建议加一个索引 加一个索引 我们接着来看 有了userid 我们这个评论 已经知道谁发的了 是吧 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知道 这个评论是发给哪个博客的 对吧 是不是 这是很重要的 对吧 不然这个评论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那我们blockid 是吧 一样的 也是应付 给他一个默认 0 是吧 然后这个地方 也加一个索引 同学们说 哇 这个索引好像陷了很多 是的 我们怎么理解呢 根据userid的查询和根据blockid的查询 都会非常多 而且他们俩在数据库里占的这个量绝对不是大数的 是通过这个userid绝对能精确的取出来一系列数据 也觉得就是说可能是这个数据里的1%或者是不到1%的概率 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使用索引啊 效率非常高的 好的 那么我们前面这几个事情都是标识的 他到底是给谁发的 是还还要给谁发的 那我们下来是什么呀 就是说他发表的内容 对吧 发表的内容 我们需求上定义的是多少字啊 是可能是140个字 或者是300个字等等 那我们这边呢 为了让这个需求啊 变更起来 我们能能更好的兼容 我们把它定义为500个字 同学们能理解啊 前一段前面我也讲过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这样定义的好处是什么 这里需要见索引啊 不需要 不需要见索引 好了 那么这四个字段是不是就完成了一条基本的评论的信息了 一条评论是不是就是大概是这些东西啊 好 那我们接着再添加两个字段 剩下两个字段是什么 这两个字段 就是我们每张表里都有的 也就是create time 这是干什么呢 这就是说他创建的时间 也是使用int 默认定义为0 这个地方老师也讲过了 为什么要int 为什么要int 同学们不明白 也可以看往期的视频 然后键子ed delete 这个sdelete是要干什么的 就是来做虚拟删除的 好 我们给它复成tinyint 好 那么这张表老师又设计完了 我们点保存 好的 这张表又借完了 那么这些课我们的主要内容也就讲完了 接下来让老师给同学们留一个作业 这作业是怎么回事呢 前两个系统老师讲的时候就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呢老师自己就会去写他的道层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道不到的或道有的 这都是老师讲的时候就已经写好了 我希望同学们在看完这个这节视频以后啊 就停一下 不要接种它看了 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前几节课老师讲的东西 自己去设计一下这个道层 去写一些他可能会用到的方法 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根据博客ID去取评论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添加一条评论 是吧 这是一方法吧 那这两个方法是不是就构成了一些基本的场 基本的方法啊 比如说还有删除一条评论 是吧 同学们都可以简单去写一下 就把这个道层写完以后呢 如果同学们还有时间的话 那建议同学们再去把整个逻辑自己也去写一下 同学们先把作业记住啊 这个作业就是说自己去设计道层 并写一下道层的几个方法 自己想到几个写几个 然后扩展呢 扩展作业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前一段时间已经讲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一路登录系统和这个博客系统啊 他他这些东西的每一个操作步骤 老师是怎么写下来的 Action Model是怎么写的 那么自己在没有看下一个视频之前 能不能写出来呢 自己能不能根据自己想法去写出来呢 同学们可以试一试 我建议呢 同学们看到这里这节视频先停一下 自己去写一写 写完以后老师再讲 这样的话可能会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问题啊 就会发现 就会发现自己有哪些问题 然后通过老师的讲 然后再解决那些问题 这对自己也是一个大的提升 是吧 同学们 好的 那么这节课我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就来讲怎么去开发这个系统 好的 谢谢同学们的收看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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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节课